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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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求职的朋友都可以获得健康大礼报一份 感谢本节目的独家人力资源支持机构 前程无忧的大力支持 您可以登陆到这个网址 参与报名 随前二月 步步高月月手机 非你莫属 第一位 在销售这个行业当中啊 非常需要一个积极的心态以及抗压能力 第二点呢就是 我说话比较实在 我比较喜欢的一句话 送给很多人 你们都活得太容易的 不知道珍惜生命 我经常看到这些吵架啊 这些吸烟喝酒啊 这些完全就对自己和对家人的不负责任 陈立明二岁江苏人 延城公学院 大家好 我是陈立明 来自于江苏延城公学院 今年21岁 大四 我的专业是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计算机辅助设计专业 我的求职意向是市场获得销售 将官的职位 谢谢大家 参与老师啊 立明二好 领带还是要记证的 太临费心了 不客气 只要是你能够有个好形象 我就踏实 立明今年21岁 对 据说18岁就开始工作 开始工作 大学课余时间比较多 我想提振一下自己 是的 据说你在这个销售方面 还是蛮有心得的 你把这个心得叫做骗 这冒失是在害我吧 不是不是 咱们讨论 我不骗 不是你 我知道你今天来就不打算骗了 咱们就说 这个骗这个事 你怎么理解这个事 理解的事 我觉得销售还是怼 这个新陈 但是我就非常不能理解 就是 有些行业当中存在着骗的现象 为什么没人去揭发 这样 立明我 你平时说话就是这样吗 我平时说话就是这样 有点顿向领导是吧 我不觉得你像 我不觉得你像领导 我老感觉你跟我聊天的过程当中 吞吞吐吐 有吗 我一直都是这样的不好意思 那好 你现在要找的工作是销售工作 对 销售或者市场类的 有没有对产品有要求 什么类的销售不做 骗人的不做 咱们这里没骗人的 确实没骗人 咱不说这个 对产品有没有要求 产品没什么要求 什么产品都行 行是行 但是我只看中其中的三家 你只看中三家 对 你看中哪三家 这是在套我 我不上当 利明 简单话 在这个舞台上没有人骗你 把你那个骗的概念彻底 彻底扔掉 咱们大家都在坦诚的找工作 对不对 哪三家 我心仪的是华旗 58同城 还有速8 谢谢 华旗58同城和速8 好 这样 想做销售对吧 对 你的什么优势和长项 适合做销售 对比一下就出来了 我觉得前段时间 这个经常 有一些 这个应聘销售的 邵刚老师都会出一个这个红凉类的这些就是面这些题目给他们做对吧 我觉得集中一点啊 这个说话都是炸芝麻似的比较快而且就像那种推销 来 你来 你来 别说别人 你来 你 邵刚老师你好 离开我一段距离 咱俩在电话里 好 开始 丹先生你好 我是百合网的 我在我们网页上看到您的注册 请问您现在就是找到合适的伴侣了吗 我还没说你们呢 这么长时间了一个没帮着找到 什么破网 什么破网 我注册了一年半了 一个都没有 你还有脸来给我打电话 我还没有找你们呢 是啊 邵刚老师 一年半的我们一直在发觉最合适您的 少来这套 少来这套 你给我找几个不合适的 连不合适的都没找来过 邵刚老师您是那么随便的人吗 不合适的您愿意见吗 我随便不随便是我的事 有没有能力是你们的事 你干嘛 今天打电话 说赶紧的 你要干嘛 一年半的我终于发觉一个适合您的了 那你就赶紧的介绍呀 那您是今天晚上有时间 还是明天晚上有时间 你不要管我哪天有时间 你打电话是不是就说今天晚上 我们可以见面或者明天见面 今天晚上可以见面 行 你不会出现 确认吧 你肯定不会出现吧 当然我要不出现你不太好找那人吧 什么 你去和他谈吧 就这样再见 遇到这种强势客户的时候 邵小刚说现在是不是有合适的 有 今天晚上能见吗 能见 第一封墨拜电话 你怎么可能给他找到对方合适的呢 就是说在压力面前可以换 我们一定能帮你找到合适 因为您瞧见我看了 没问题 没收到信 一定是我们有问题 而且那个也挺吓人的吧 今天晚上我们俩见了之后 你在吗 他说我当然会在 我凭什么让你在啊 就是在压力面前 他的整个反应速度全变慢了 如果你以前有丰富的销售经验的话 销售一逼你的 客户一逼你 你肯定要降价了 因为你无法承担这种沟通压力 他其实有个这个严重的问题 就是说你证明自己的能力 你不需要去贬低以前其他的求知者 你自己有多大能的你表现出来 我当然会在 密室官资源不有判断 来 想做销售 12位 你们觉得 立民应该继续还是离开 先走 不听我比我想的要好很多啊 居然有9个人留了下来 你要向他们证明 天生我有财 来 爱这个问题 因为刚才我这个问题没问 所以我没有按灯 就是你上来刚才说了 你是冲着三个公司来的 我想问第一 你是不是对这三家公司 有过深刻的了解 至少他们的主打产品是什么 你是不是很清楚 第二个 在做的 比方像我们做房地产企业的 你考不考虑 好 来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给我介绍一下华琪 对不起 我不是非常了解 你只知道这个名字 就是说今天 他们华琪 他是那个食品的 做什么 生产什么 饮料这些的 什么饮料 是他的主打饮料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你看电视吗 我没有电视看 不看 来 58是干嘛的 一个生活类的门户网站 门户 因为一般老百姓不知道 还有一次卖门的 这个老百姓 老百姓 你要向你的家人推荐这个网站 你会怎么说 对 一句话 向家人推荐 我爸妈都不会上网 像一个兄弟姐妹 你的同学 同学 哥们进58同城吧 将会成为你的生活助手 这是广告词 吃广告词 你要说的具体一点 具体一点 不想了 不想了 要不后半夜了 来 48 是干嘛的 连锁酒店 他的母公司 我可以这么说母公司 母公司是 不知道 对不起 48现在在国内 到底有大概多少家酒店 对不起 我也不知道 价位 没入过 你就知道名次 就知道有这几家单位 对 昆仑志愿 你今天知道了 接下去你会选吗 你会选择房地产行业吗 大叔也不选 为什么 为什么 我很想听 为什么 因为我在 杭州啊 这个当时找工作的时候啊 就是遇到一个房产公司 他们就是杭州的 说 但不是他家 嗯 什么人都要 什么人都要 嗯 什么叫 什么人都要 就是 我说怎么中专生也要 这个本科生也要 大专生也要 而且是在同一起跑间 这样有点不负责任 一个公司 又要本科 又要大专 甚至于要中专 怎么了 谁说中专或者大专 就比本科次了 大家不要拿学历说事 你不就是个本科吗 观众可以说话 终于有观众忍不住了 来 闭话筒 观众愤怒了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我想说的是 呃 文凭不等于能力 能力不等于文凭 不能够高分低能 你去了一个公司 你要摆正你的位置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你要从低层做起来 你是怎么样子 摆你的位置的呢 我觉得你应该想象一下 高分低能 谢谢 请坐 我觉得这位同学 很适合做销售 我也觉得是 你毕业了吗 回头 给个联系方式给我 谢谢 我在那个传媒大学进修 然后我非常愿意 下一次有机会参加 参加非你莫属 来和各位老总见面 谢谢 好 这个平台欢迎你 就纠正一件事 别拿学历说事 好不好 我觉得咱们今天也别走偏了 这小孩并不差 就是被人中个鼓一样的 认为自己能做销售 其实他就是个普通的工科男生 因为其实 我觉得咱们今天就忘回揪 今天哪个老板 该留销售的职位 我就不干 好 现在还有九位留下来 到了九位二次选择的时候了 如果你们的灯 仍然为程丽明亮着 主动权 转移到成立明手中 九位 选择 感谢 好 有三位留了下来 分别是 暴风影音的王刚 五八同城的姚进波 和来自百合网的沐延 三个神奇的老板 来 王刚 十位 如你所愿 销售 我们的广告部的广告销售人员 为什么 你在哪看出来了 他适合去销售广告 全世界的人都觉得 你可能不应该做销售 你就和全世界定的战 你有三大优势 我觉得 我从他身上看到三个优点 听你的很大优势 来 好 第一 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念 第二 第二点 他确实有一个不怕打击的心态 第三 第三 他还是学生 他还有机会 他是大师的学生 我们可以给他这个机会 他还没有正式的进入社会 他没有被真正证明自己不能做销售 但是我们要重新考虑一个问题 如果这是一般的招聘场合 凭他今天体现出来的 第一个你说是心态 第二个是不怕打击 还是心态 说白了 就是他有心态 是个学生 所以就能做好销售 没有任何的干货 我们没说他一定能够做好 不 咱们招聘一个人的时候容易 如果孩子到手歪了 往回拨弄一下就好了 就怕在汉门喊加油 这个我也同意 这个我也同意退伙 不是我们要喊加油 他自己要走这条路的话 我们希望能够 得到一个正确的回应 我们很多人的第一次选择 未必都是中生的选择 不一定就是你医生的选择 但你应该有这样一次机会去选择 王刚祝贺你 你是最近再次引起 其他老板公愤的一位老板 祝贺你 我会听你 好 谢谢 王刚 抱抱给你提供的职位 广告销售 进波 客服获得销售 我们在全国30个城市 有份公司 在江苏的南京和这个苏州 有份公司 你可以选择这两个地方 对 好 这是五八同城 来百合 慕言一直不说话 结果最后留了下来 为什么我会 那个给你这个机会呢 因为 恰恰在三个月前 电话销售团队 有一个人跟你这个性格和你慢劲差不多 但是三个月之后 他发生了很大变化 第一个月来的时候 他的业绩不行 然后他就奋发 然后包括我们的经理 就是天天定着他去训练他 他现在的业绩已经达到中等的水平 我觉得还是很不容易的 电话红娘的销售 对 所以 哪里是王刚一个人跟大家宁着干 有三个人跟大家宁着干 分别提供了销售的职位 走上前去 把其中的一盏灯灭掉 还有两位强大的老板留了下来 分别是王刚和姚锦波 谈前不上感情 对了 我想请问王总提供的待遇是什么 我想知道你现在 如果是再读的话 那只能给你提供实际的岗位 是这样理解吗 我是从二月份开始 就是可以进行试用期了 那在二月份之前怎么办呢 你想过吗 二月份之前我可以先 从一个就是外人的角度先了解体业 可以吗 如果真的是二月份的话 我觉得我们可以接受 但从这个心经上来讲 我现在无法给你一个非常准确的 大概应该是在 因为你第一次进来的话 应该是在三千五到四千左右吧 这是底细 那我们还会有 还会有一些广告的提传等等 完全看你自己 就是三千五到四千 在江苏工作是吧 不在江苏工作 在北京 那提供这个食宿吗 我们提供点心 茶水 有 能吃饱吗 其实可以 其实是可以的 能吃饱就行 你发现没有 他俩之间的沟通是能够通出来的 他俩沟通特别顺畅 你这全场终于找到可以跟他沟通的了 太好了 但是佩服你不觉得他们俩在演小品一样吗 而且王刚你知道吗 我就是这么仔细看着你们两个 我觉得你们两个 哇 长得还挺像的 好 知道了 下一下 我其实很不想把他们两兄弟给拆散了 但是在这个靠谱的节目 我还是说一下我的 年轻人 kicking